终于文666 帮我称我上一句 上班 上班 我明天要去上班 摸鱼 他总是在工作时摸鱼 方式 这个方式很有效 直接 他总是说话很直接 偷懒 偷懒 他今天在家偷懒不做家事 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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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喜欢这个职场的氛围 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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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原因 是经济问题 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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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突然 他突然出现在门口 说 谎 说谎 说谎 他说了谎 我不信他 我不信他 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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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刚刚撤回了那条消息 你平时上班摸鱼吗 两天摸不了就没有时间摸 从未摸过吗 那也没有 你平时上班摸鱼吗 你平时上班摸鱼吗 摸不了就没有时间摸 从未摸过吗 那也没有 你平时上班摸鱼吗 摸不了就没有时间摸鱼 从未摸过吗 从未摸过吗 从没有!" 那也没有 You will go through the deed 說用什么方式 就直接摸 就直接偷懒 会用什么方式? 就直接摸 就直接偷懒 会用什么方式? 就直接摸 就直接偷懒 啊 平时上班摸鱼吗? 不,不会摸鱼 我觉得摸鱼这种事情在这场中更会应该出现 平时上班摸鱼吗? 从来不会摸鱼 我觉得摸鱼这种事情在职场中根本不应该出现 平时上班摸鱼吗? 从来不会摸鱼 我觉得摸鱼这种事情在职场中根本不应该出现 嗯 谢谢你 真的 你说过谎吗? 帮我撤回上一句 谢谢你 真的 你说过谎吗? 帮我撤回上一句 谢谢你 真的 你说过谎吗? 帮我撤回上一句 你平时上班摸鱼吗? 两天 摸不了 就没有时间摸 你会摸过吗? 饭也没有 会有什么方式? 就直接摸 就直接偷懒 嗯 有什么摸鱼吗? 我会摸鱼 我觉得摸鱼这种事情在职场中根本不应该出现 嗯 谢谢你 真的 你说过谎吗? 帮我撤回上一句 下面哪个是摸鱼的例子 A 上班跟同事聊天 B 上班一直工作 C 下班后去吃饭 D 很晚才下班 他 他 后 你还相信他吗? A 上班 B 职场 C 撤回 D 说谎 下面哪个是对的? A 影片里的人都没有摸鱼 B 影片里的每个人都说了谎 C 摸鱼只有一种方式 D 摸鱼和偷懒是一样的意思 他突然 在门口 吓了我一跳 A 出现 B B 根本 C 偷懒 D 直接 重组句子 其中一个人们喜欢的上班摸鱼方式 是拉屎 你会在工作时偷懒或摸鱼吗? 一 上班 二 摸鱼 三 方式 方式 四 直接 直接 五 偷懒 六 职场 七 根本 八 出现 九 说谎 十 撤回 东文 中文 666 东文666 第十